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家南川大叔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表弟某天给他发消息说自己想应聘华为公司 南川大叔问你开始投简历了吗 表弟支支吾吾地说还没呢应聘哪个岗位我还没有想清楚呢 南川大叔劝表弟先在网上找一些资料看看在招聘的岗位有哪些 对照自己的能力一一筛选然后再综合分析 表弟听完了点点头也表示接下来要好好研究一番 但是一周之后表弟又去找他原来他并没有去应聘 因为他听说华为公司面试很严格而且要求很高 就算顺利通过面试也很难适应激烈的内部竞争 南川大叔问他你先告诉我投简历了吗 表弟回答说还没呢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行 南川大叔听后叹气说唉你根本还没去尝试过就已经被想象中的困难吓住了 日本作家松普弥太郎曾说过一句话 那些经常困于不安和焦虑的人往往有想太多的坏毛病 在做一件事时最难克服的不是将会遇到的困难 而是想象中的困难 不知道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 本想去健身但想着会很累 越想越累干脆就不去了 本想去读书但想着会犯困 越想越困干脆就不读了 本想去写作但想着会很难 越想越难干脆就不写了 撒野这本书中有一句话说 人就是这样的想来想去 犹豫来犹豫去 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 勇气没攒够 其实只要迈出去了那一步 就会发现所有的一切早就准备好了 许多时刻令我们疲惫的从来不是没准备好 而是过多的焦虑和犹豫 想太多不仅会消耗掉更多体力和精力 也会瓦解掉你做事的决心和意志力 放下过多的精神内耗 才能丢掉沉重的思想包袱 轻装前行 哲学家舒本华曾说过一句话 人性最特别的一个弱点呢就是 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 你越在意他人的负面评价 越会丧失前行的勇气 只有放下过度的敏感 才能减轻内心的累赘 日本作家杜边淳一 曾认识一位很有才华的欧先生 这位欧先生呢是文坛新人 已经在文学杂志上发表过小说 未来大有可为 但他却因一次寻常的退稿经历 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 从此一蹶不振 杜边淳一打电话安慰他说 不必在意这些 他只是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还有一次杜边淳一到他的住处看他 但他不是挠头就是叹气 根本没有创作的欲望和斗志 几年后这位欧先生 渐渐断送了自己的前途 在文坛上彻底消失了 《海贼王》中有一句话 这个世界并不掌握在 那些嘲笑者的手里 而恰恰掌握在 能够经得住嘲笑与批评 并不断往前走的人的手里 面对他人的质疑和不看好 若你强大 它就是你向上的垫脚石 若你怯懦 它就是你向前的绊脚石 已故建筑大师贝玉明 曾经被法国总统 亲定为卢浮宫重建项目的设计师 但几乎所有法国人都反对这个决定 设计院的委员 对贝玉明的设计稿冷嘲热讽 这什么破玩意儿 他走在街上 一个巴黎女人对他故意吐痰 但从始至终 他没有因为别人的无理言行 大发脾气 也没有因为这些负面事件 放弃自己的设计理念 后来贝玉明顶着巨大的压力 终于用金字塔式的设计 让卢浮宫成了法国人最骄傲的建筑 有句话说 过多的敏感是一种无味的自我消耗 能吞得下多少委屈才能成多大的事 能受得住几分打击才能成几分的财 当你最终做出成绩 所有误解就会不攻自破 所有打击便会烟消云散 去年有一则很火的视频叫做 先干了再说 视频中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 许多人纷纷犯了难 一个小伙子在纸上写下了自己的担忧 疫情前辞职了 还能找到工作吗 一个中年男子在农村做家畜生意 他问自己 鸡都出不了蓝 乡亲们没有收入怎么办呀 一个餐饮店老板 看着员工都在店里望着他 他在想三个月没进账 店还能开下去吗 在短暂的困惑和挣扎后 他们纷纷行动起来 那个小伙子在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前 选择去当一名网约车司机 那个中年男子为了推销乡亲们养的鸡 开始尝试在网上直播带货 那个餐饮店老板把店变成小型菜市场 带着所有员工卖起了平价蔬菜 最终他们都熬过了最难的那一关 当身陷困境时 越纠结越会走投无路 当你去行动时才能更好的寻找出路 在知乎上有一个提问 37岁失业在家 压力巨大 超级痛苦 怎么办呢 有一个叫做沧海的网友回答说 首先迷茫不解决任何问题 再次情绪于事无补 假如说上帝在你眼前放了十个盲盒 并告诉你 有一个里面装的是你想要的 你会怎么办呢 你应该一个一个的去打开 不要再浪费时间 赶紧去试错 想太多是没用的 一个字 干 不行 换 再干 不行 再缓 有句谚语说 空谈水之泡沫 实行 金之点滴 也许行动不能立马给你带来转机 却可以让你慢慢地摆脱困境 想都是问题 做 才是答案 1983年 美国社会学家Hochard 提到一个理论叫做情绪劳动 大意是除了日常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外 还存在一种被忽视的劳动 就是情绪的劳动 当一个人陷入过度焦虑和纠结时 就会消耗自己大量体力和精力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做一件事时 怕自己做不成 比真做不成 更让你感到疲惫 怕别人说你不行 比真不行 更让你感到难堪 许多时刻 我们面对的最大的困难 不来自外压和外力 而是来自情绪和精神的内耗 所有困惑也好 质疑也罢 想得越多越痛苦 当你摒弃杂念 抛开烦忧 做得越多越坦然 一个人最大的自律 是不跟自己较劲 与朋友们共勉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